最近关于韩国当红组和2PM当中 尼昆的新闻最多的就是尼昆恋爱了 但是对象不是宋茜 粉丝们的心都碎了 5月15号这位令无数粉丝心碎的男人来到了中国 虽然主办方给了足够宽裕的采访时间 但是北温女友宋茜和正牌女友少女时代的Tiffany 却是两个绝对不能碰的话题 前段时间就是她曝光了她的恋情 她为什么会想到吃曝光她的恋情 这个不回答那个不回应 看翻译这么气定神仙的拒绝记者 就知道在活动前尼昆团队肯定对此有所受益 不过也无所谓的 因为每次有韩国明星来中国 我们的记者都有同感 艺人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像个扯线木偶 关于感情的问题向来连碰都不能碰 但却丝毫不能撼动他们男神的位置 手机不要不要用手机 那她觉得自己就是秒杀女粉丝的点在哪里 可能是微笑 能不能对这种镜头就是做一个那样的微笑 即去年七月下旬 尼昆来中国拍摄电视剧已有二分之一的夏天后 今年六月份她还将出演一部中国电视剧 虽然在中国的时间不算短 但是尼昆的中文可没怎么进步呀 那现在最最爱的一句中文是什么 自己觉得最引以为好 什么意思 新入再线上海采访报道